2023年2月3日 我决定用鸡肉锅贴做一道非常美味的花椰菜炒菜 这是我发现的鸡肉花椰菜炒饭 原料 鸡肉 你可以使用去骨去皮的鸡胸肉或鸡柳 切块或粗切 花椰菜米 普通米的营养替代品 冷冻混合蔬菜 从冷冻时选择您最喜欢的混合蔬菜 大蒜 新鲜蒜末或蒜粉 调味品 酱油 照烧酱 地溶芥末 柠檬汁 带来清新的口感 调味料 新鲜黑胡椒和盐 可选 只是 在炒锅或生煎锅中 加热橄榄油将蒜末炒香 加入鸡肉块 炒至完全煮熟 约4到6分钟 加入冷冻蔬菜 酱油 照烧酱 稍微翻炒 淋上柠檬汁 并用新鲜胡椒粉调味 立即上菜 酷克的笔记 花椰菜饭 直接在锅中快速煮熟 约3分钟 手头备有冷冻花椰菜米饭和混合蔬菜 以方便晚餐 快速锅贴炒 原料 鸡肉和蔬菜锅贴 自制 新鲜或冷冻 蔬菜 卷心菜 青椒 洋葱 蘑菇 胡萝卜 和大葱 芝麻 辣酱和酱油调味 腰果松脆 只是 在锅中加热芝麻油炒洋葱 姜和大蒜 加入蔬菜 腰果 芝麻 翻炒 最后加入煮熟的锅贴 酱汁 略炒 将这道美味的炒菜 作为开胃菜或煮菜 请记住 花椰菜叶用途广泛 可用于炒菜 汤和炖菜 不要让它们白白浪费 享受这些美味 又有益健康的菜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